如果一个男人真的爱你,他可能会忍不住问你各种各样的问题,因为他对你动了感情,所以他会对你的生活充满好奇,会迫不及待想要融入你的生活圈子。 假如他从未对你动情或者动心,他不但不会主动关心和问候你,反而会对你越来越疏离和冷淡,会从你的眼前消失不见。 正是因为他放不下你,所以他才会密切留意和关注你的最新动态,会想要了解你的过去、现在,甚至会想要陪你共度余生。 当然,如果他总是不停地打探你的个人隐私,说明他对你缺乏必要的尊重,他不是真的爱你。 一般来说,男人对你动心了,才会问你这些问题,错不了。 一、会问你的兴趣爱好。 当一个男人对你动心了,他可能会问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? 他之所以问你这个问题,是因为他想要更多地了解你,想要和你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。 感情需要时间慢慢培养。 如果他从来不肯陪你一起去做你真正感兴趣的事情,说明他可能并没有那么爱你。 一个对你动了心的男人,他会想要知道你的喜好是什么。 如果你告诉他,你喜欢钓鱼,那么他就会为你准备鱼竿,会陪你一起钓鱼。 如果你回答他,你喜欢逛街,他就算再怎么讨厌逛街,他也会兴致勃勃地陪你一起逛街。 因为他心里有你,所以只要能够跟你在一起,他就会觉得特别开心,并且充满安全感和归属感。 无论陪你做什么事情,他都会觉得心满意足。 假如他从来不关心你的兴趣爱好,也不愿意花心思和精力去陪你做你感兴趣的事情,说明他对你缺乏必要的关心和爱护,他不是真的爱你。 真正对你动了心的男人,往往会密切留意你的最新动态,会找准你们感情的突破口,会想要迅速融入你的世界。 当他问你,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? 言下之意,他想要全面了解你,想要和你培养共同语言和默契。 二、会问你的梦想追求,每个人心里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梦想和追求。 当一个男人主动问你,你最大的梦想和追求是什么? 说明他很关心你的未来,他渴望陪你一起追逐心中的梦想。 如果他对你的梦想和追求嗤之以鼻,不屑一顾,表明他心里根本没有你。 越是放不下你的男人,越会关心你对于未来的各种设想和追求。 因为他对你动了感情,所以他既会主动和你分享他对于未来的追求和梦想,同时他也会主动关心你对于未来的各种憧憬和想象。 当他对你动心了,他就会想要陪你一起开创美好的未来。 如果你对于未来的设想没有他的一席之地,或者说,你对于未来的人生规划里根本没有他的位置,他可能会为此感到失落和沮丧。 一个男人若是对你动心了,他就会坚定地守护你的梦想,会想要成为你追逐梦想道路上的精神支柱。 当你不小心跌倒了,或是你的梦想被现实击碎了,他也不会因此嘲讽你,而是会默默陪伴你走出低谷,会鼓舞你重新振作。 三、会问你的择偶标准。当一个男人不停打探你的择偶标准,说明他可能对你动心了。 一个男人之所以追问你对于另一半的标准和要求,可能是因为他想要变成你喜欢的样子。 因为他对你动了感情,所以他会心甘情愿为你做出适当的改变和让步。 比如,他可能会问你,你对于未来的另一半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和标准呢? 如果他问你类似的问题说明,他是真的放不下你。 如果一个男人对你没有动心或者动情,他是不会轻易问你这个问题的。 因为他心里没有你,所以无论你将来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,他都不会真正放在心上。 正是因为他对你动心了,所以他才会关心你对于另一半的选择标准。 如果你对他说,你希望另一半会做饭,那么他可能会努力为你学习下厨做饭。 当他愿意努力朝你制定的标准和要求靠近,他努力想要成为你心中独一无二的存在。 他渴望成为你坚强的后盾和支柱,说明他是真的在乎你。 假如他从来不曾为你动心,他就不会关心你未来的人生。 真正深爱你的男人,会真诚地祝福你早日找到一个幸福温暖的归宿。 即使你最终选择的伴侣不是他,只要你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,他都会默默地祝福你。 所以,当你发现一个男人不停地问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,多半意味着他对你动了感情,他可能想要成为你的另一半。 总之,一个男人若是对你动心了,他可能会对你的生活充满好奇,会关心你的一举一动,一平一笑。 比如,他可能会问你最近过得好不好,会问你对于另一半的标准是什么,会问你的梦想和追求是什么,会问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,等等。 他之所以会问你这些问题是因为他渴望深入全面地了解你的一切,他不愿意错过陪你成长的每时每刻。 当你意识到一个男人开始变得越来越热情主动,会对你各种嘘寒问暖,说明他可能早就对你动心了。 如果他心里根本没有你他,自然不会多此一举,他也不会在你身上浪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。 当然,如果他问的某些问题已经超出你的底线,比如,他不断追问你的恋爱经历,打探你的隐私,那么你完全可以果断拒绝回答他的问题,因为他不是真的爱你,他对你缺乏应有的尊重和体谅。 真正深爱你的男人,他在感情中会掌握适当的分寸,他知道哪些问题可以问,哪些问题不是合问。 如果一个男人能够主动关心和问候你,愿意给予你体贴入微的关怀和照顾,你和他在一起充满了欢声笑语,说明他是真的爱你。 一个男人若是不爱你,他就不会关心你的生活,也不会对你提出任何问题。 只有对你动了心的男人,才会给予你实实在在的关心。 他也会对你保持必要的真诚和温柔。 你遇见素在 meine Сам要望望。 我爸喂特ING带因为他本身的是比曘得比思维。 他也会比较多��라。